我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村里50岁的老官夫带着十万块上门求取 大学生生的儿子铁钉聪明 我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马上答应了 结婚前一夜 我妈偷偷打开我所死的房门 给了我所有证件 一直插了卡片的手机和八百块 三个孩子里 妈最对不住你 大鸭 快跑吧 我妈给了我 她存了将近二十年的八百块钱 让我逃离出了生活了十八年的魔苦 靠着这八百块 我搭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到达了京都 我穿的是达满补丁的破酒单衣 吃的是一块钱的馒头 睡的是公园长椅 好在是夏天 我不会被冻死 不过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好几天 我找到份暑假工 日子慢慢变得好起来了 我靠打工赚够了学费 上了大学 又找了份家教的兼职 靠着学校的牌子 家长开了一小时一百的费用给我 妈妈存了十几年的八百块 我不到半个月就赚到了 读书真好啊 大学四年 我靠着奖学金和兼职 存了十万元 十万块是什么概念呢 在四年前 她可以买一个妙龄少女的一生 妈妈给我的那只老师翻盖手机里 只有她一个联络人 十年里 我传了无数封讯息给她 但都石沉大海 我与家里断了所有联系 但也幸好如此 我才能够专心学业 这天 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 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一下 竟然是妈妈 我颤抖着手点进简讯里 却看到 妈死了 她说不让你回来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晚上十点打给我 我一下子僵在原地 我对妈妈的印象 还停留在四年前的那一晚 她的面容却已经模糊 只记得她扯着微笑 流着泪向我摆手 催我快跑 晚上十点 我准时拨了电话 妈妈说 三个孩子里 她最对不起的是我 她是奶奶花了两千块 取回来的 奶奶说 进了李家门 最紧要的任务 就是生个大胖小子 她前两年都没怀上 奶奶又急又气 用一堆稀奇古怪的原料 熬了一堆偏方给妈妈喝 她都一声不吭 乖乖喝了 好不容易怀怅了 却生下了我 一个女娃 她过得比以前更不好了 白天 奶奶骂她 要她做着永远干不完的活 晚上 爸妈的屋子里 常传出妈妈妈的惨叫 妈妈身上的伤痕 压根没断过 有时候还会有 烟头烫出来的伤口 过了足足四年 她才怀了第二胎 结果又是个女娃 妈妈在放我走的 那晚说 妈这辈子干过的 最初格的两件事 一件是找了个道士 骗你奶说 二鸭是福星 第二件就是现在了 但我的妹妹二女 确实是福星 她出生后一年 妈妈就生了弟弟 在李家 过得最不好的是我妈 第二名是我 所以妈才会说 她对不起我 电话接通了 我擦干眼泪 喂 是姐姐吗 你是 二鸭 你走后 爸爸就一直在打妈妈 问她你去了哪里 可妈妈每次都一声不吭 前几天 爸喝醉了酒 寻了油头就拿妈出气 妈被她打吐了血 哪怕浪费钱 不肯把妈送医院 妈就死了 妈死前让我联络你 她说她很想你 但又让我告诉你 千万别回来 我沉默半嗓 沙哑着嗓子 问二鸭的现况 电话那头传来吃笑 因为你逃婚 我初中毕业奶 就不让赌了 她说我是福星 拼金肯定也有十万块 她已经在给我找人家了 再过一段时间 就能结婚了 怎么这么急 妹妹才刚到十八岁 姐姐你出去久了 这都忘了 村里都这样 而且 玄弟要结婚了 不说了 我不能出来太久 电话挂断了 刚才打电话时的冷静 全部不见了 我后知后觉的 开始伤心痛苦 妈妈死了 她是被爸爸打死的 是被奶奶害死的 但如果没有我 她会不会死 强烈的悲伤与罪恶感 席卷了我 我终于绷不住了 开始抱着头 无声痛哭 复仇 这是我脑海里 谨慎的念头 我对这个妹妹 并不放心 我怕她将我的联络方式 告诉家人 这样我就不会有 安生日子过了 这几年家里人 一直找不到我 是因为他们压根 不知道我在哪里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在哪里上学 因为录取通知书 只有我和妈妈看过 在其他人眼中 那录取通知书 不过是一张 能多换礼的废纸罢了 我和妹妹 从小就不算亲厚 她是家里的小福星 和我的待遇 简直是天差地别 奶奶会给她煎蛋 给她夹肉 不让她做家务 从不打她骂她 而我一年都不沾几次乔薪 家务活被我和妈妈承包了 时不时的还会挨打 我们没有多少姐妹情谊 这么多年下来 我早就变得冷漠无情 除了妈妈 我谁都不爱 谁都不信 但几个月过去了 那个电话号码 没有发过一则讯息 直到这天 又是十点 二鸭打了电话给我 姐姐 救救我 他们要把我嫁给别人冲洗 那人生了重病 都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冲洗 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 小时候听到的村子里 关于冲洗的故事 冲洗的人 都是福源身后的 婆家会使劲折磨她 新娘的福气散出去了 最受益的就是她的枕边人 福源上身 要到病除 但这不是传说吗 怎么会 她是李家的福星 奶那么痛的 我赶紧安抚妹妹情绪 你别急 慢慢说 让李家的福星 嫁给人冲洗 奶自然是不同意的 在听到这个要求时 奶甚至将没人骂了一通 去她娘的死老婆子 在这儿胡咧咧 我李家的心肝 能给人冲洗去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媒婆也不生气 张开手掌 五十万 也是因为你家二鸭是福星 才有的这个价钱 奶奶骂人的嘴巴 一下子就停了 我们再想想 媒婆走了后 爸就叫奶奶进屋商量了 偷听的二鸭吓破了胆 硬是捂住嘴 挪到八纳屋门口 继续偷听 奶奶的声音 我觉得不成 那可是二鸭的后半辈子 更何况 她是咱家的福星啊 爸说 在家里 她才是咱的福星 恰出去了 就不是咱家的了 嫁谁不是家 更何况这么些年 儿子我也没发财啊 什么福星 我看当年的道士 就是个江湖骗子 奶奶说 可是咱家萱萱 爸说 那是你儿子厉害 和那黄毛丫头 有什么关系 奶沉默了 爸继续说 我实话和你说了吧 我在外面输了四十万 奶听到这话 突然抬高了音量 多少 四十万 把二鸭嫁出去 这五十万 还了钱 还能给萱萱 娶个媳妇 难道你忍心 看你儿子被打死吗 事情就是这样 二鸭带着哭腔 告诉了我事情始末 还有半年 还有半年 我就得嫁了 姐姐 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这些年 除了妈 我也在帮你瞒着 你的录取通知书 我也偷偷看过 我知道姐姐你过得不容易 你考上了 我是真心为你开心啊 妈给你那八百块礼 还有奶以前 给我的二百块压岁钱呢 奶向来对这个小福星最好 压岁钱那可是 萱萱都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从不担心 二鸭在家里过得不好 果然 再好的丫头骗子 都挤不上好大孙的 半个指甲盖 二鸭半是哀求 半是威胁的话 却让我破天荒地 再一次体验到了 被守护的感觉 我一个人跑到京都 受了很多苦 但只要想到妈妈那晚 决绝又不舍的深情 我就发誓 绝不能让她失望 可惜我是个懦夫 除了发几条讯息外 再不敢联络妈妈 就怕被家人知道我的踪迹 我还没尽孝 妈妈就死了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人在守护我了 没想到还有我的妹妹 那天 我答应二鸭会帮她 但时间紧迫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在实验室一直在想这事 数据都忘了记录 同组的学长柯文统统我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你这几天状态不太好啊 要不要我帮你跟老师请个假 我摇摇头 在想阴沟里的臭老鼠 柯文笑笑 阴沟里的老鼠 最怕的应该就是太阳吧 小小年纪的 想这么多干嘛 晚上吃火锅不 我请你 我笑着拒绝了他 我一直知道柯文对我的想法 但我不敢接受 被爱静润的人会无暇顾及仇恨 而我 一定要报仇 柯文说 阴沟里的老鼠最怕阳光 我在村子里自然横不过他们 那我便要将他们引到阳光之下 我请妹妹告诉他们我的消息 你疯了 他们会拖你下水的 你要是被他们缠上 妈不就白死了吗 我心里有数 妹妹问 你可是妈好不容易才送出去的 你真的有办法吗 我说 不听我的 你就要冲洗去了 妹妹顿了顿 好 那就这样吧 我说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姐姐 我挂断了电话 我还不太适应跟妹妹交流 尤其是默默守护了我很多年的妹妹 晚上回到宿舍 我就收到一通陌生来电 看着来电显示熟悉的地名 我接通了 电话里传来了我奶的声音 果然女娃子就是赔钱货 白养了你十几年 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吃香喝辣 有没有想过你娘老子和弟弟 你还没嫁人呢 不会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摆脱我们了 没门 没良心的东西 你妈死了都不知道回来看一眼 你知不知道她是为了你才死的 我和你爸马上就去逮捕你了 让你的老师同学看看 他们教了个什么玩意儿 奶奶骂了足足三分钟 听到她提起我妈 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她怎么配 奈何我打小就嘴笨 愣是憋不出一句话反驳 硬生生地受了这气 不过好在 一切都在我预想的地方发展 我是聚了嘴的葫芦没错 因为比起动嘴 我更喜欢直接动手 李莹你脾气真好啊 我以为室友都去上课了 所以打电话时开了外放 没想到金上逃学了 我正好有事求她 毕竟我之前也算是帮过她 帮我揍几个人 呦 真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啊 打谁 打几个 金上家里有点势力 为人最是仗义 我爸和我奶 两个人 他挑挑眉 却不多问 行 二鸭成了我的暗线 爸和奶的一举一动 他都向我报告 时不时的还会打个电话 来跟我联络感情 姐姐 你能不能只揍爸 放过奶奶啊 我怕她担心 告诉了她我的计划 为什么 其实奶对我挺好的 前几天要不是她 要不是她 说着说着 二鸭哽咽了 我安慰她 你说 姐给你做主 姐姐 爸又卖了我一次 畜生 李树就是个畜生 我长得不错 妹妹虽然几年没见 但应该也出落得可以 李树将她卖去冲洗还不够 竟然打算卖她一次 那天晚上 李树把二鸭拉进屋了 爸养你养得好啊 二鸭现在这么漂亮了 好好的大姑娘 不能白白便宜了一个病秧子啊 说完她就关上了门 将二鸭反锁在屋内 二鸭害怕极了 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只能不断地拍打着房门 求李树放她出去 过了不知多久 门开了 进来的却是个陌生男人 五大三粗的 三脚眼 看起来猥琐又吓人 她就像一只疯狗 用发红的双眼 打量着二鸭周身上下 又一把将二鸭拉到她腿上 二鸭发觉不对 想挣扎 却也挣脱不开 男人捂住她的嘴 开始上下起手 我你爹把你卖给我了 今晚我就是你男人 听话 哥哥就疼你 二鸭发狠咬了她的手 你个死丫头 敢咬老子 她高举起手臂 像村子里的大多数男人 对自己婆娘一样 蒲扇一样的大手 重重地打在了二鸭的脸上 将她打翻在地上 头还撞到了床脚 马上鼓起了个包 她气身压上去 死丫头 你这一晚要了老子两千块钱呢 不要 不要 呜呜呜 男人充耳不闻 开始脱她的裤子 又开始解开自己的裤带 幸好在这时 奶奶推开了门 你是谁 你这是做什么 快放开二鸭 奶奶拿起门边的条肘 就朝那男人招呼过去 让你欺负二鸭 让你欺负二鸭 男人被奶奶赶走了 李树不得不退了她钱 但是奶被气急的爸爸打了一巴掌 二鸭说 奶对二鸭确实很好 但她对儿子对孙子更好 她会从儿子手上救孙女 也会为了儿子孙子 同意卖掉二鸭的命 二鸭求我不要对奶奶动手 我还是同意了 她会有别的报应的 二鸭说 明天奶和爸就要来找我了 但二鸭来不了 她得照顾弟弟 我真想出去看看 十几年我还没出去过 会有机会的 我对她说 第二天 我带着金上给我的人 亲自来到了火车站接他们 我指着出站的两个人 对我旁边的魁梧大汉说 就这俩 老的那个打晕就扯 年轻点的那个 起码断他一天腿 金上拨给我的人很有效率 很快就给他俩敲了暗棍 套了头套 带到了一个地下室 李树被大汉用水泼行 他看到我的脸 愣了一下 马上开始破口大骂 也无非是什么赔前伙 白眼狼和一些熟悉的脏子 骂得挺脏 我没兴致听 反正一会儿就骂不出来了 动手吧 我坐在一边 撑着脑袋 饶又兴致地听着李树的惨叫 从前我最怕的人如今被我踩在脚下 原来人的惨叫可以这么好听 怪不得他以前那么喜欢打我妈和我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李树一直是我的噩梦 而现在 我最怕的人趴在我脚下被打得哭爹喊娘 刚才在车站看到李树时 我的手心还冒了冷汗 但我再也不会怕他了 闺女啊 爸爸错了 你让他们别打了 李树趴在地上 浑身是血 他颤抖着手摸到我的鞋头 苦苦哀求 这一幕我看着有点熟悉 只是人物对调了 我一脚踢开他的手 继续 惨叫 哀求 我充耳不闻 大汉越打越兴奋 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个钢条 重重地朝他腿上砸去 啊 这次惨叫的却不是我爸 是我奶 他不知什么时候醒了 冲到我爸身上 替他挡了这一棍子 当初 就该像你姐姐一样 把你扔进炉子里烧死 我叫停了大汉 我姐 李树马上什么都招了 我本来还有一个姐姐 妈妈刚嫁进李家就怀了孕 生下一个女儿 李树赌输了钱 李家为了还钱家徒四壁 哪里肯勒紧裤腰带养活这么女娃娃 李树趁我妈睡着 脱抱着姐姐 将他活生生扔进了炉子里 奶奶在一旁看着 并未阻止 隔天妈妈发现时 子子已经烧得不剩什么了 妈妈伤心欲绝 一度绝食 却得来爸爸的一番拳打脚踢 直到他怀了我 他终于认了命 不再闹了 生下我后 他日夜提防 生怕我又被偷了去 成了炉火中的一捧灰 如此小心之下 我终于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妈妈她从来没对不起我 我让大汉继续动手 在李树绝望的喊叫声中 大汉再次举起了钢条 李树断了腿 奶奶受了伤 我将他们亲自送回村子里 让他们自生自灭 我准备带二鸭去京都 二鸭兴奋极了 酷黄的脸上也有了红韵 我也要去 是李轩 我们的弟弟 李轩被养得白白胖胖 和这破旧的家格格不入 我之前从未想过她 因为我能力有限 养妹妹已经不容易了 况且爸和奶就算饿死自己 也不会缺着李家的金疙瘩一口吃的 但想到我的妈妈 想到这是她十月怀胎才生下的儿子 我还是心软了 毕竟 妈妈的死我也脱不了干系 不是吗 我将他们两个都带到了京都 虽然我现在可以赚钱了 但到底是要以学业为重 赚得不多 勉强在京都给他们租了一个小房子 让他们不至于和我当初一样无处可去 二鸭说想去学一门手艺 赚钱养活自己 不说报答 起码不至于拖累我 她自己去应聘了一个美甲学徒 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我问李轩 你有什么打算 她撇了二鸭一眼 我和她可不一样 我是上过职高的 学的是计算机 只不过被退学了 我听她这话不太顺耳 那你也是初中学历 和她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李家的独苗苗 她怎么配合我比 奶奶说 你发达了 怎么也不知道给我租个好点的房子 还要和那个赔钱货住在一块 这小子不知是真蠢还是假蠢 寄人离下了还看不清形势 真以为我会和家里一样惯着你吗 不想住可以滚 一切都看在妈妈的份上 我每个月给她两个一人一千块钱 这钱我会给她们一年 剩下的就看她们自己了 二鸭常常给我分享她的生活 就像天底下其他的姊妹一样 甚至在我生日那天 她还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一部手机给我 她说 外面的世界真好啊 谢谢姐姐给我体验的机会 二鸭生日那天 我提着蛋糕来到我租的小屋 我打开门 却听到了弟弟和陌生女子的喘息 二鸭不见踪影 已经九点半了 二鸭早该回家了 我懒得管李轩的破事 扭头就出了门 开始打电话给二鸭 我问 你怎么不在家 还有李轩那是怎么回事 二鸭说 她经常这样 每次她女朋友一来 我就得走 我又问 你怎么不跟我说 二鸭回到 习惯了 习惯了 在家就是这样 就算她是福星 也得时时刻刻让着李轩 这个习惯持续到现在 我再问 李轩最近在干嘛 二鸭说 不知道 她有时好几天不回来 有时候又整天在家 还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来过一夜 我一问她还冲我发火 说不生气是假的 但更多的是失望与惋惜 妈妈生的儿子被养废了 我决定断了李轩的生活费 于是转手给二鸭又发了一钱 我说 生日快乐 自己吃点好吃的 买点新衣服 那丫头竟然给我退了回来 姐 我能自己赚钱了 不用你给我 我第二次感受到了老母亲的欣慰 李树去赌博了 她跟我借钱 一开口就是十万 姐 你求求我吧 你哪来的钱去赌博 是 是二姐的聘金 我瞪大了眼睛 爸和奶对我们不好 对她却无可止摘 她竟然断了他们俩的活路 没了媳妇又没了聘礼 可想而知那户人家会怎么闹 我本来打算联络李树的债主 让她加快追债利盗的 这么看来 都不用我出手 姐 我可是李家的独苗啊 我只是要十万 又不是要你的命 你怎么连这点钱都不舍得 她吸血习惯了 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 但我没有斯德哥尔摩 不会被吸血上瘾 这十万我绝对不可能拿出来的 妈可是为你死的 李轩再接再利盗 到底是血脉相连的姐弟 她还真会出我心窝子 我唯一过不去的坎 就是对妈的愧疚 我始终觉得她的死 有我的过错 我没钱 谁知李轩早有准备 她从手机相簿 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厕所隔间的小广告 还有电话号码 姐 我知道你也没钱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你去代孕吧 我已经联系过 这个电话号码了 一听你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立刻给我开价十万呢 若说我之前还存有一丝 救她的心思 现在 那点心思被她亲手断得干干净净 她才是实打实的白眼狼 吸血鬼 李轩见我不说话 猛地抬高了音量 姐 你不会不愿意吧 那你就别怪我 她话没说完 就被我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啪的一声 格外清脆 她的脸被打偏到一边 她暴怒 臭婊子 你去死吧 她握起拳头就要打我 可惜这半年来她瘦了不少 力气也很小 再加上我这些年一直有练防身术 她的拳头被我轻易地挡开 我反手又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将她一脚踹翻在地上 我为你使我弟弟感到羞耻 我俯视她 妈最大的耻辱 就是有你这么个不成奇的儿子 还有 那屋子我下个月就不去租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晚上我和二鸭一起吃饭 将李轩的事告诉了她 妹妹心疼地安慰我 姐 不管怎么样 我都站在你身边 妈的死 也不关你的事 爸从来没停止过 对妈妈的暴力 这与你逃与不逃 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你不走 她总是会有别的理由打妈妈 你给妈发的短信 她看了很多很多遍 她为你骄傲 你是她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的光 她希望你彻底逃离那个家 才不愿给你发讯息的 如果可能的话 她希望你把以前的一切都忘了 连带着她 她要是知道 你一直为她的死而自责 得多伤心啊 害死妈妈的是爸爸 是奶奶 是李轩那些戏她写的既得利益者 不是我 我第一次紧紧地拥抱住了我的妹妹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就在一切都步入正轨时 网络上突然爆红了一个文案 为替大女研究生狼心狗肺 动手打伤亲生父亲和祖母的影片 拍摄人是李轩 她为了躲避追债的人逃回老家 影片的背景 是我待了十多年的破旧老吴 影片的主角 是坐在轮椅上不能走动的断腿老爹 和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年迈祖母 李轩天忧加醋的悲惨描述 让人听了就得摸一把眼泪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我 他们花费所有积蓄供出来的 但狼心狗肺 不肯赡养长辈 长辈找上门反而痛下毒手的名牌大学研究生 我冷静地看完了影片 痛下毒手倒是真的 但那是他们的报应 评论区清一色的同情与痛骂 有骂我的 有骂我学校的 又想捐款给老人家救助的 还有把我个人资料的 偶尔能刷到一两条可能是我熟人 替我说话的 但都被正义网友狠狠地骂了一通 二压急忙慌地打电话安慰我 说要帮我澄清 写了一长串的解释 但都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辱骂中 我没太当一回事 毕竟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事情在李轩发布第二条影片时 发酵到了顶峰 奶奶死了 李叔李轩父子俩欠的债有足足五十万 他替自己儿子挨了一下子 但因为没钱 李轩不肯送他去医院 他硬生生地挨了大半年 一开始还能为自己做个饭 到后来就只能躺在床上了 李叔也想真心地给他点吃的让他不饿死 剩下的一概不管 他终于算是熬到了头 解脱了 但在不知全貌的网友眼里 他是被我害死的 影片评论区最上面一条是我的照片 照片下面全是骂我的 这我死的 替大交出来的就是这种学生啊 这种人怎么配拿奖学金 有内幕吧 女人就不该念书 李戎怎么还不死啊 看见他就烦 校方迫于压力提出彻查 我被停课了 我之前异性扑在学习和实验上 这些事情懒得管 始终相信亲者自情 但现在我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影响 我不得不重视起来 停课那天 柯文打了电话给我 师妹你放心 我们和导师都相信你 你从本歌开始就跟着导师了 你家里的情况我们也知道 他们哪里给过你一分钱 你安心休息 别看网上那些评论 我们会替你解释的 我回到了宿舍 开始想办法翻盘 我的床帘突然被人掀开 是经上 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 我才负责你一份李轩赌博的证据 矫情这点 你弟弟可是什么都敢沾 谢谢 李轩瞻什么我都不觉得意外了 瘦成那干巴样 手上没一点力气 我早就觉得有问题 胆子不小 可惜没用在正途 就在这时 二鸭也发给我一段录音 她说这是奶奶生前录的 她一直和奶奶有联系 时不时还会给奶奶付钱 要不是二鸭 奶奶也撑不了那么久 奶奶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不忍心 对不起 姐姐 我明白 二鸭对奶奶的感情很复杂 她看不惯奶奶欺负妈妈 她恨奶奶是杀害了妈妈的凶手 但奶奶却也是真心疼过她 她做不到袖手旁观 我点开录音 这老太婆怎么还不死 多活一天就得多费一点粮食 这是李轩在说话 快了快了 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李叔的声音里全是讨好 李轩说道你还有没有钱 再给我点 李叔说都欠一屁股债了 哪来的钱 然后就是长达十几分钟的打骂声 没钱 没钱不会去赚吗 你个老不死的 学了腿欠了债 你还活着干什么 快去死啊 哎呦 别打了 别打了萱萱 你躲什么躲 钱都没有 你还有什么用 你就是该死 该死 该死 光听录音也能听出来 李轩打得很用力 李叔连哀求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被打得直哼哼 偏偏她只有这一个儿子 她只能靠儿子养活 她不敢反抗 只能受着 真是猪狗不如 我评价 我将这段录音发上网了 还将经上给我的证据 一并发了上去 舆论开始扭转 我的老师 同学也纷纷为我发声 二压将我们的经历 编辑成掌文发了出来 甚至我打第一份工时的老板 都站出来为我说话 我上学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 我考上大学 却差点上不了 被至亲以十万元的价格卖出 我从小就被打被骂 被磕带长大 我曾经吃不饱饭还没穿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网友纷纷同情我 向我道歉 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 像是李树的腿和奶奶的伤 到底是谁打的 不过和之前一样 这些评论都被压了下去 销声匿迹 没有一点水花 这件事一度闹得非常大 因此李轩和李树死的时候 又引发了轩然大波 他俩当然不是我害死的 是他们自己的报应 李轩欠了钱 就想着再赌一把 万一就翻身了呢 但如今网络上对他骂声一片 之前给他捐钱的好心人 开始对他们口诛笔伐 纷纷要他还钱 正义网友恨不得生蛋其肉 他没钱去赌 便用刀架在李树脖子上 逼他给钱 这招很好用 每次刀子一架到李树脖子上 李树总是能吐出点钱 但这次他是真的没有了 他苦苦哀求自己养了十几年的 能延续老李家血脉的儿子 但李轩早就疯了 他早就不能算是人了 李树被疯狂的李轩 李轩用菜刀砍死了 正巧的那壶之前给二压提亲的人家上门要彩礼 杀红了眼的李轩又砍死一个人 还有一人被李轩挟持着上门 李轩狮子大开口要十万块 否则就撕票 那壶人家敢做冲喜的勾当 自然是有点势力的 付钱的时候直接与李轩打了起来 将他打得半死扔到了山上 不知哪来的野狗将李轩活活咬死了 这是我回乡收尸时警察给的说法 但我在村里待了那么多年 山上也去了无数回 山上哪来的什么野狗 李轩被发现时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有的地方白骨都露在了外头 全当是他的报应吧 我的仇算是报完了 但妹妹的还没有 听说之前给二压提亲的那户人家 又花重金买了个新娘 今天就是成婚的日子 我特意带了一份大礼去凑热闹 新娘看起来也就十几岁的模样 穿着大红的嫁衣 新娘旁边是捧着公鸡的妇人 新郎病得竟然连婚礼都参加不了了 这种言习见不得人 自然没什么宾客 我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溜进来的 毕竟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家 仇家不会少 新娘眼中含泪 嘴被堵了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身上被麻绳紧附着 旁边有粗壮的婆子 按着她的头墙逼她拜堂 这一幕让我有一种深深的惊喜 是何年的错觉 我开了直播 躲在暗处 一言不发地记录眼前的惨剧 直播间早就炸开了锅 这是在干什么 演戏吗 小女孩还挺敬业 麻绳绑那么紧 演得还不错离 和公鸡拜堂 主播出来解释一下枪 新郎哪里去了 拜堂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流程却不太正常 婆子拿了一条鞭子上来 进了我家的门 就得能吃苦 侍奉好公婆和丈夫 做不好 可是要挨鞭子的 你初来乍到 先给你三鞭长长记性 新娘年纪不大 健壮疯狂直达扭动起来 婆子笑出了满脸折子 然后就是鞭子破空的清脆响声 新娘发出一声惨叫 血红的嫁衣被染得更艳丽 就在这时 警察同志终于到了 来这里前我就报了警 这就是我送他们的大礼 警察 都不要动 满庭的人都变了脸色 胆子小的立刻蹲在地上 举起了手 婆子正准备打第二遍 却马上被警察扭倒在地 新娘见自己得救 紧绷得心嫌疏得放松 力竭晕了过去 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直播间被顶到了热搜第一 网络上炸开了锅 我要当报案人跟着警察去做笔录 顺手关掉了直播 此时我还不知道我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 网友扒出了我所在的村子 顺藤摸瓜地掀开了这个村子的丑恶面容 冲喜 在村子里还算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村子里广为流传的是一个生子偏方 若是婆娘生不出儿子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给熬这么一锅药 而这偏方的药引子 是那婆娘女儿的骨灰 百事百灵 除此之外 家暴赌博是这村子里最细为常的东西 我们集周围的村子被查了个底朝天 我的噩梦 二鸭的噩梦 妈妈的奶奶的村中所有女人的噩梦都结束了 我回到了校园 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二鸭学的美甲也已经出师 我拿出了我的存款 全给了村子里得到解脱的年轻女孩 妈妈推了我一把 我得以爬出深渊 我又拉了二鸭一把 她和我一起见到了外面美好的世界 那些女孩也只是需要有人给她们一把力而已